MING PAO TORONO 門檻比較低 第二,因為技術比較成熟 所以它的margin都好 剛才說三間公司 在這裏最早合得到財務報表賺錢 3時38分 在這段時間 我們也都經常地提供一些YouTube內容 希望著重多一些分析 又是在新城Play這個地方 其實大家都久而久之習慣 因為我觀察好得 這一輪的view數、subscribe 就是訂閱的數目是多了 多謝大家支持 恭喜你的節目有質素 多謝你支持 現在觀眾聽眾是很高水平很簡 因為看你的頻道多嗎 不肯定 我希望是 我覺得是的 其實內容製作都要用心做才行 所以我們已經很出力了 幕後還有Johnny 幕前也是他 我們現在不是已經在拍攝我們的樣子嗎 要的 我們很認真 現在正在拍攝 我們說笑可以輕鬆 但內容是認真的 預告 在這一節裡 也都秉承著大家很關注 現在主題類的公司 這次我們就講電動車 不過就不是內地或者香港的幾隻 而是浩德在去年也有參與過 即是被稱為 比如說一下那個花名 叫中概三傻 三寶 升安城叫三寶 跌的時候才叫三傻 跌就是三傻 升就叫三寶 那現在是補還是傻呢 這陣子其實就好一點 我覺得趁這個機會 我覺得又可以說一下 因為第一 為什麼要說呢 因為近期 領頭一樣 當然就是大家最關心的 就是Tesla 大家也說了很多 股價都重新振作了 升回1100多 那接下來這個就 我覺得那個走勢都很好的 因為你看到去年 他們無論是新產 無論是未來新的項目 或新的基地都會落成 不過今天我們主題要說一下 既然Tesla可以 大家一定會想 其他那些 新能源車 電動車可以不可以呢 又可以特別說一下 因為其實剛剛 2021年就完結了 很多他們每個月都會出 一些所謂的賣車數字 那你全年買一間計數 就可以跟大家報告一下 剛才說三傻是哪三隻呢 威來 威來 理想 還有小鵬 三間 國內就叫做 威小鵬 威理小鵬 都叫做威小鵬 威小鵬 通常是這樣 OK 如果大家記得 比較早發力的就是威來 威來也是 早期做得比較好 不過你看到全年賣單 這三間已經上了 其實還有些拿渣 其實還有些未上市 不過上這幾間當中 其實今年最大的變化是什麼呢 第一就是 之前威來走得比較早 其他一兩間在後面追上去 但如果全年賣單計數 其實已經是叮噹馬堂 因為大家都 全年都未去到十萬架 但是九萬幾架 但是最重要就是 其實應該小鵬 其實已經超越了 理想 成為了 小鵬已經超越了 威來 成為了 如果計算 銷量計 當然現在大家都是九萬幾間 如果你說 我記得節目有提 三間 中概三寶 的汽車公司 定位都不同 我不記得哪一間 你說是類似手機界的小米 是哪一間 我覺得是像衛來 衛來 就是他 他 市場的市場是比較強的 我自己覺得 小鵬 我覺得是像華為 有功能性的 你見到很多 雷達 激光 這些科技應用會多 理想就 中間一點 其實他定位有些不同 理想 他其實 比較簡潔 這麼久都是一架車 就是ONU1 還有他所謂 沖淨式的 新能源車 什麼叫沖淨式 沖淨式 就是電動車 很簡單 香港朋友 你一個Tesla 充電 充電 沒有電 就找地方充電 但是 這個電動裝 你要充電 即使我們發電軸 比較成熟一點 早期大家怕不夠位差 現在就是去到 排長龍 要解決那個充電 也是一個問題 理想他的形式 就是 所謂的沖淨式 就是他會入油 會入油 入油 類似香港的 Hybrid 類似 類似 不過他不是這樣定義 不過總之他是一個 既閒電 有入油的方式 這個技術有個好處 就是 令到很多人的門檻低一點 尤其是國內 地帶密缽 如果家裡附近沒有 你真的會成為一個障礙的人 買的車 你入油的 就解決了 所以理想就很簡單 就是用這個 令到門檻比較低 第二 其實因為技術比較成熟 所以它的margin也好 其實剛才說的三間公司 其實理想應該是最快 可以在財務報表上高 看到是賺錢的 應該是最快 因為不同的margin率都高 20多% margin高 是否最大市值都是理想 那不是 最大市值的 現在應該都是 為了 應該是小鵬 小鵬的股值開始上漲了 先說一下 在2021年為什麼 本身的大佬 就是Leo 蔚來 是比較弱 因為它自己 其實車是很講 你的車款 其實它去年就比較靜谷 它也會買一些ES6 ES8 ES6 沒有很多新款 令到它做得辛苦 相反其他 它竟然對手了很多新款 Tesla也有Motor Y 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Leo 其實去年 因為供應鏈是有問題的 是晶片方式 對 如果大家記得 所以第三 第四季 它很多都是under deliver 很多東西 其實2021年最強勁 其實是小鵬 我相信2022年都可能是 因為2021年其實它做了幾件重要的事情 例如新車款 那些P5 P7 它早期大家覺得 它做過G3 就是價錢低一點 十多萬 到它做P7 價錢去到二十多萬 或者三十多萬 其實已經成功了 即是它那個 產品的涵擴面 闊了 如果你做一些高價的車 其實你的margin也會好一點 還有今年 你會看到它 除了記錄 還有一些新車 它還有一些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到 那些所謂Rollbox Taxi 即是那些自動的 自動的駕駛 其實八度等等 它也有說過 但為什麼 對於小鵬 會覺得是好呢 因為 如果你八度要去做這件事 你會有很多其他車廠的車 因為它就是製造裡面的系統 但你小鵬 你自己就會做這個車也是來的 系統也是來的 系統也是來的 所以 這個其實使得市場 對它的衷景也是比較高的 那這些公司 即是去年 都曾經因為中美的風波 搞到股價都急劇回吐過 其實今年是不是都可以撇除這些因素 會好一點的 其實 我想中美的風波最大影響 因為它們很多東西是中概股 其實相關可以留意一個 就是剛才說了一個基本面的分析 接下來一個幾個 這三間公司以前叫做中概三寶 其實有兩間都翻過來 包括是理想和小鵬 大家要留意它 現在的身份是叫做雙重第一上市 雙重第一上市 就是說它是有資格 接下來是給北水買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可能是這個 可能有機會在農曆年之後 你看到小鵬和理想 就是北水開始買 因為其實真正的新良言車的機會 國內是有些的 譬如阿偉下面有一間 但是其實做得比較大 但是成功和賣車的量 集積比較多 都是剛才說的這三間 就是為小鵬 所以如果它們真的 是北水可以買的話 我想做會好一點 尤其是這段時間 它過往主力是因為中概股收壓 而它們就做得比較差 其實說真的已經是 整個中概股板塊當中 最硬正已經是它們 其他如果真的做一些新經濟 那些更加沒有眼看 你說有些可以圍堵成二十幾%的利潤 但是是不是每一間都做到這樣 最好就是理想 蔚來和小鵬會比較慢 接下來你也要想一想 其實它們接下來的競爭 除了供應鏈 就是你的芯片 電池也要爭 因為現在其實電池也不好 所以這個大家要留意一下 但是我覺得這幾間大的 其實分別都好一點 李小鵬你今年剛才說 其中一個它爬得出的原因 因為它很快已經用了一些 所謂的LFP 炭酸鋁電 因為大家知道 炭酸鋁電現在就是 你用Model 3 或者Model Y 比較便宜 雖然續航距是短一點 但是電池成本低一點 所以你看到 我覺得它們就不是很 尤其是我剛才說的 這三間衛視 我覺得它對它們來說 那個挑戰又不算太大 如果是三間 我們有兩間可以在香港選擇 因為雙重第一上市 但是現在那個殺股值 是不是已經殺到差不多尾聲 大家都問到自己本來有問題 其實第四季 其實它也走弱一點 因為整體都是 各股股值有些影響 沒有說這三隻 甚至乎港股 你看到Purbit 都是有些這樣的問題 其實企業層面是不差的 不過就純粹 那個股值就是調整了下去 不過我覺得 既然這也已經 某程度已經發生了 反過來 如果這三隻當中 可能小鵬 我自己覺得看得好一點 因為始終它的交付量等等 都是有些保證 兼且有些新的模式 我覺得 所以你的Compase specific 會好一點 我自己覺得 我剛才說的 OboTax 還有很多其他的應用 或者是G9的新模式 我覺得會比較硬 當然你說殺股值 這件事會不會 沒有辦法 現在這是一個最雲觀的問題 港股本身就是殺股值的過程當中 反過來 會不會殺到差不多 回頭 這個就不容易猜 與其不如集中看看哪一隻 是真的比較硬 看看現在的汽車股 在香港這邊 就算不是講三寶 比阿迪 在港股也做得不錯 看來似乎在2022 這個汽車股的EV 就動作一個主題 密切留意 或者留意一下 一月可能因為新型車的保險 加了之後 可能短時間會有少少負面的影響 雖然這件事 大家覺得不太負面 不過都可以留意一下 好 講到這裏 謝謝浩德 我們先看到 這件事 不太負面 都已經可以留意到 by bwd6